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中 我们总是盯着别人的长处 看不到自己的幸福 但其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环和亮点 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发现 随着时光流转 才慢慢领悟 人生的疯年与荒年 都自有它的时间 不必羡慕和嫉妒 也无需显露和嚣张 唯有心无挂碍 才能自得欢喜 今天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聪明人容得下别人 管得住自己 杨将先生说 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 街下有人在仰望你 街上亦有人在俯视你 你抬头自卑 低头自得 唯有平视 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世界层层叠叠而来 世人一接一接而爬 山外青山楼外楼 一山海比 一山高 人到庄年 要容得下别人的风光 管得住自己的嚣张 好胜 赢一时 心宽 赢一世 有句话这样讲 你的落魄成就别人风景 人生起起伏伏 世人伸长脖子 总喜欢看别人落魄 大多往往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尤其是见不得身边人比自己好 不会去嫉妒王健林 王石等 因为大多数人都难以到达如此高度 人们更多的是会嫉妒原本 和自己同一水平的人 突然有一天比自己优秀了 发达了 这是人之狭隘 是根植于人性中的恶意 不分年龄 不分身份 郭德纲摸爬滚打 看透了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他说 大海波涛浅 小人方寸深 从来名利地 一起是非心 于米红在自己写的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中 讲了这样一件事 他的培训班正式挂牌为 新东方培训学校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 于米红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的同时 也迎来了身边同行们的围追堵截 东风恶 人情薄 有些人就是容不得别人的风光 各种手段使坏泼冷水 其中最奇葩的是有一家培训机构 竟把自家广告发到新东方的教室 直接塞进正在上课的学生手中 东野归吾的在恶意中形容这类人的心理 很经典 我恨你抢先实现了我的理想 我恨你优越的生活 我恨当初我如此不屑的你 如今有了光明的前途 我也恨我自己的懦弱 我恨自己运气不够 才能不够 我把对我自己的恨一并给你 全部用来恨你 人性就是如此 看到别人比你爬得高 想不到我的问题在哪里 我怎样才能也要去高处看看 而是我过不好 你也不能好 无君子之才 少大人之量 当面有贪人之意 背后有害人之心 清三江之水 难洗君心之末 这也是郭德纲的感悟 君子有了容忍之哑量 自信的人 是不介意多一个对手的 人到中年 经历多了 心态断不能这样不平衡呢 不能看别人混得好 就要换赛道 就要啥都插一脚 人到中年 慢慢就明白了 不必羡慕别人 也不必嫉妒别人 只干自己能干的事 只赚自己能赚的钱 就可以了 人到中年 风雨踏歌行 江湖子弟 拿得起来 放得下 放不下 也得放 跟谁较劲 都是跟自己较劲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永远别恨对手强大 风光还是落魄 姿态 一定要好看 好胜 赢一时 心宽 赢一世 穷嚣张 富嚣张 再说嚣张 分两种人 穷嚣张 这种人怕被别人看不起 所以使劲的嚣张 以弥补内心的恐慌 富嚣张 自视清高 高人一等 使劲的嚣张 以彰显自己的富贵 物质不足 越是喧嚣 修为不够 越是张扬 一次 去银行办理业务 遇见一位阿姨 掐腰站在窗口前 责难里面的办公人员 取个款 竟这么费劲 要都像你们这样的效率 这对要排到什么时候 工作人员 与其平和地解释 因为不是本人办理 需要提供的材料 也多一些 听到这样的要求 阿姨指着工作人员的鼻子 今天 这材料 拿不拿来 你也得给我办 不然你这工作 就别想做了 说着 她就拿起手机 给自己的妹妹打电话 三号窗口的小姑娘 不太会办事 你和他们领导说一下 明天别让她来了 走时 还不忘瞪了办公室人员一眼 敢惹我 你就等着吧 因为这件事闹得比较大 后来听在银行上班的同学说 这位阿姨的妹妹 因为此事被牵连 受了处分 阿姨也必须要按要求提供证明 才能正常取款 生活中 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人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可以强大到左右别人的命运 可这样 无疑是把自己 置于无路可退的境地 一旦无法兑现 当初放下的狠话 就会被结果狠狠打脸 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 就是让他得意忘形 让他嚣张疯狂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泉 靠着曾国藩顺风顺水 军功卓越 但曾国泉生性蛮横 嚣张跋扈 敛财无度 曾国藩多次对弟弟 哭口婆心的劝解 要低调 要收敛 要谨慎 弟弟却怼回去 如今已是势力之天下 强龄弱之天下 不听劝 嚣张得越厉害 摔得越惨 最后被朝廷训斥回乡 做人呢 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要按得住自己的嚣张 水滴成海 人滴为王 越是有本事的人 越是不把自己当回事 小王在银行工作二十年 年薪三十万 自认为资源多 人脉广 挣钱多 整日得瑟 张口就是 自己特别懂金融 明白得多 看不上这个 看不上那个 村西边老王说了 李嘉诚是初中学历 也不是学金融出身 你觉得 你和李嘉诚 谁懂金融 很多人就是这样搞笑 还是孤德纲的一句话 我不怕我自己没能耐 我怕我以为自己有能耐 话说 二十岁的时候拼体力 三十岁的时候拼经验 四十岁的时候 拼人脉 五十岁的时候 拼资本 人到中年 脾气这东西 不属于中年人 个性这东西 更不属于中年人 更不配谈任性了 最怂是中年 不年轻了 摁下自己的嚣张 莫管穷嚣张 还是负嚣张 默默积攒自己的人脉 和资本 人到中年 送给自己一句话 天下之至柔 持成天下之至坚 周国平说 人生有三次成长 一是发现 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 二是发现 再怎么努力 也无能为力的时候 三是 接受自己的平凡 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 人这辈子最大的事 不要管别人 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人生漫长 我们终究 是要寻得自己的标准 完成内心的期待 不必太过关注别人的拥有 留出时间 去体会 知足的重要性 和珍惜的可贵 人生是一个苏醒的过程 活到老 醒悟到老 后半生 愿我们都能放平心态 容得下别人的风光 按得住自己的嚣张 自度自的时光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